另外一项跟吃的安全有关的调查发现 台湾的青少年特别在国中生这个阶段 超过半数55%的人 每天都喝两杯以上的含糖饮料 导致少年肥胖问题现在是一发不可收拾 含糖饮料的热量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如果以珍珠奶茶来说 一杯550大卡就占了每天所需的四分之一热量 还有可乐以及西瓜汁等等 只要加了糖的饮料热量都不低 为了不让孩子的身材变成泡芙或者天天圈 就由家长和营养师用心地教导大家自制饮料 让你的孩子爱喝也喝出健康 奶茶可乐果汁一字排开全是小朋友的最爱 不过这些含糖饮料里头的成分和热量 让家长很担心 怕他们的那些果汁类的并不是真的纯果汁 怕他们是用香精那些做成的 还有他们的冰水问题 可能也不是真的是用过滤水 营养师建议如果时间许可 家长不妨再加自制饮料 成分和糖分都能掌控 一般外面来讲的话比较简便的大部分都是用果糖 有甜的感受的时候 都大概含了18到20%以上的一个含糖量 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其实那个含糖的部分是很高的 它到身体的时候它容易造成脂肪肝 用当季水果加水现打 甜味就很足够 完全不用另外加糖 也可以用果皮加水熬煮20到30分钟 释放自然甜度增加饮用水的风味 糖的部分其实当然是能够用越少越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水果的香料 来提起饮品的一个甜度 打的比较水分用的比较少 水果用的比较多 那这样的甜度其实应该大家都可以接受 尽量不要再外加糖 另外像是现成的冬瓜砖 用5倍左右的开水浸泡 就能溶解成冬瓜茶 也不用再另外加糖 也相当方便装品让小朋友随身攜带 减少购买饮料的机会 大海新闻擦针 丁一中 台北报道